这一期我们编织这款零墙包 卡包 接着锁19帧 19帧结束 接着我们到2 调上面的一根线 编织一个短帧 接着继续调上面的线 按顺序编织16个短帧 编织到倒数第二个帧目 16帧结束 接着我们在最后一个帧目 编织一个短帧3帧的加帧 同一个帧目编织3个短帧 接着另外一根线 一侧对应编织 首先按顺序编织16个短帧 16帧结束 接着我们在第一个帧目 编织一个短帧2帧的加帧 同个帧目编织2个短帧 接着在第一个帧目引拔 接着开始第二圈 首先锁3帧 这三个短帧相当于一个长帧 这一圈我们从内半帧编织 首先我们在第二个帧目编织一个长帧 后面继续按顺序编织长帧 编织完这一圈 共编织38个长帧 第二圈完成 我们在第三个锁帧处编织一个引拔帧 接着第三圈 首先锁3帧 这三个锁帧相当于一个长帧 接着按顺序编织长帧 同样编织38个长帧 后面4到7圈 同样帧数不变 每一圈各编织38个长帧 自行编织到第7圈 第7圈完成 接着我们按顺序编织三个引拔帧 接着锁3帧 这三个锁帧相当于一个长帧 接着从下个帧目开始 按顺序编织13个长帧 第13帧结束 加上前面的三个锁帧 一共是14帧 接着第二排 锁3帧 这三个锁帧算作一个长帧 方状织物 接着我们从下个帧目开始 按顺序编织13个长帧 后面同样往返织长帧 自行编织到第5排 主体的部分完成 接着开始翻盖包边的部分 采用2.5的勾针 接着换线编织 在侧面动眼内重新起针 锁两针 接着在同一个位置 编织三个长帧 三帧结束 接着继续在同一个位置 编织一个短帧 接着在下个动眼内 编织一个引拔帧 接着锁两针 重复上一个花样编织 编织完侧面的部分 这里到了顶端的位置 首先在第一个帧目 编织一个短帧 第二个帧目 编织三个长帧 接着下个帧目 编织一个短帧 在下个帧目 编织三个长帧 后面循环编织 一个短帧 三个长帧 编织完这一侧 接着另外一侧 我们重复对面的一侧编织 最后一针完成 锁一针 断线 接着花朵的部分 环形起针 锁一针 接着在线圈内编织五个短帧 五针结束 拉紧线圈 在第一个帧目 编织一个引拔针 接着断线 接着换线编织 从引拔的位置 重新起针 接着锁两针 接着在同一个位置 编织三个长帧 三针结束 接着锁两针 在下个帧目 编织一个引拔针 接着锁两针 重复上一片花瓣编织 共编织五片花瓣 五片花瓣完成 我们在第一个帧目 编织一个引拔针 接着锁一针 断线 后面把多余的线头 处理一下 接着把花朵固定上去 接着取一段白线 进行缝合纽扣 好 这期这款零钱包完成了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